这个地方叫惠来遗址 为什么叫惠来遗址 惠来是广东 广东的惠来早期的时候 他们是在这边 那老师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因为我在台中出生长大 因为我小的时候 这边都是田地 这边没有开发 那你如果一直到惠中路 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 惠来的土地公庙 它离现在的地面下去两公尺 为什么 那它是原来的地面 你如果等一下没有课 你可以直接走到惠中路那边 你会看到那土地公庙 那是原来的地形 那现在这些地形为什么那么平均 因为田高了 这样懂吗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在做考古的时候 你要判断 你要判断哪里是原来的地形 哪里是回田 那各位同学 你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一张 的那个范围 就了解了 哦 这个是灰色的 是属于牛骂头文化 这个是属于绿色的 分子圆文化 这个属于蓝色的 引土文化 同学这样了解我们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了 了解了吗 了解了 当初是因为做了抽样的探坑 那了解了说下面的文化层的内涵是不一样 然后才画出来 哦 告诉副市长说现在呢 这个地方七七童话区的范围呢 就是下面有不同的文化层 三层文化层 那于是呢 他们 接下来就要给这个遗址一个身份 一个身份 那后来这个小来公园呢 就变成第一个市定 市定台中市的市定遗址公园 那意思就是说文字处的人 就像你们学长 那个练宇中 他们要每一个 每一个月要来巡查两次 看有没有被破坏 那看有没有在旁边怎么样 偷挖一个洞啊 那不允许的 市定遗址已经变成是说 政府在保护它了 那意思是这样 那如果以后它变成 国定遗址的时候 那就怎样 那中央会保护它 好像八仙洞啊 或者是圆山啊 你们做捷运的时候 常常经过的 那之三年那个都是 他现在这个小来公园 出的这个位置 出土的这些位置 就是当初的位置 当初我们挖的时候 那我们当初怎么挖呢 是因为一个学长 叫陈胜林 他是东海生物系的 那他之前在市定台那边 也是叫一碟百货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 因为已经患了 现在一碟百货 因为那个王命名 他们的那个就倒掉了 然后后来就一碟百货 就就就就没了 那他家就住在南边的山厂 他家他跟他姐姐 他姐姐在西方山院上班 那他家就住在那边 那他呢他每一天 他每一天就是 就是上学的时候 他暑假有在博物馆工作 所以他大概知道 陶变长怎么样 那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 回家的路上 在这个 逆地板外面 他看到了文化城 文化城 那文化城呢 就是镶嵌在土里面了 那小孩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人 我现在要重画 重画 那因为你家的地 可能是椭圆形 你家的地是五角形 那我现在重画成四字方方 也是你各位同学 你看我现在这块地 四字方方的 那等于把这个地呢 你家的五角 切成 切成一块 给我 那这个地呢 我把它用来作为什么 作为这个 重画之用 那这块地 以后卖掉了以后 这重画区 这块地以后卖掉以后 可以作为七七重画区的什么 博物馆 教会 就是那个 那个博物馆医院 或者是这个公用 可以作为公用的用途 那所以这个叫做抵废地 抵废地 那七七重画区的抵废地 他说我先让七七重画区 抵废地给你做 可是老百姓名家的 你就不要 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那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先做做 先了解这个地方 文化城分布的范围 就是有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 那他的出土的位置 大概距离这边 南方五十公尺的地方 五十公尺的地方 那出现了这个小朋友 那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出了这个小朋友 那出的时候是这样 出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呢 慢慢的复原 他的脸大概是这样 大概 为什么 因为你想他如果真的 长得这么健康 他不会这么早就早腰 一定是有病 你看像现在这种 这种一个流行病 就很多人会怎样 没有办法抵抗嘛 他的这个过去一千多年前 他的年代 距离现在大概一千三百年 一千三百年 那所以当时会认为是 台中市最早的小市民 就是他 有这些比较特别的动物 就是三腔 还有这个什么 像我们常说人家张头鼠目 那张呢 他是有一个 这个很尖锐的牙齿 那他没有头上的脚 头上有脚的动物叫做梅花鹿 叫做三腔 那这个动物呢 是现在已经没有 就保育类的了 就是在台湾已经没有了 那再来可能像狗欢 狗欢这种动物呢 也在这边发现 所以一千年前的时候呢 在这里是很热闹的 同学你在这张图的这个上面 有一个介绍文化层的这个图 在这个左上角 有一个介绍文化层的这个图 那同学我们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考试文化层 那我看同学写的答案 就是说在一个文化 好像翻译园 那他里面呢 出现了这个线 这条白线 下面到下面这条线 下面这条线 下面这条线 看着这个范围呢 都是属于翻译园文化层 可以看到没有 密密麻麻的陶片 有没有 密密麻麻的陶片 那老师你这个白线 是怎么弄的呢 这个地方上来这里 大概是以前的耕土层 阿公阿嬷的耕土层 耕土层 那钢土层因为常常灌溉 所以水呢 下来流下来的时候 水流下来的时候 水里面含有一些铁啊 含有一些镁啊 所以颜色是怎样 是橘红色 橘红色 老师这个地方 不是你们弄的水泥吗 是的 这地方是因为我为了要让它美化 让它整齐 我把它弄的这个 这个就不是 所以你出来做田野的时候 你要判断 你现在做的这个层位 到底是什么层 那住了多久呢 这样的文化层里面 从它的碳十四 同学记得考试的碳十四的这个题目 它里面呢 碳如果在这里出来的一个碳 一个比较黑一点的碳呢 做出来的碳十四是一千三 那在下面一点也出来一个碳 大概做出来是一千六 大家就知道说 大概是住在住在这个地方 小来他们亲戚住在这里三百年了 三百年了 有这个木柱 那是什么什么树木呢 我们鉴定出来的是龙眼树 那我也请教我的同事说 龙眼树干用来盖房子好吗 他说还不错 那个柱虫不会不会那么快的吃它 这还可以 但是老师这个木头 为什么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因为当时水一直往下渗的时候 它渗到这个往下渗的时候 那个木头是有足够的什么 有足够的湿度可以让它保存 那同样的呢 这里也出现了木杖 同学你看这个木杖是 前面这个木杖 它是这个腐身是趴着的 手是稍息的姿势 那还有很多桃片 桃片 那我等一下会带同学走 老师在考试的时候 考你地层学 地层学其实就是不断的这个地层程序 地层程序一直累积上来 老师那你可以在这里发现韩武记 澳陶制流泥盆实探了吗 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历史没有那么久 大学嘛我们是在台中盆地的这个 这个 那边有一个图会点到这个那边有个图会点到台中盆地的位置 看到它的这个这个旁边的河流 像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河流 大概不是这个法子溪本尊 法子溪本尊在你们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经过 那大概是法子溪的分流 分流过来到这边 那同学这个河流 如果我现在挖了很大的面积 大概底层都是这个 那所以各位同学你看我们这些高楼大厦 这些的底层都是河流以前的泛滥的东西 那这个这个多厚 我钻过我钻过至少20公尺厚 20公尺同学你看到10公尺20公尺 那表示这个地下面这个这个河流很厚 那是什么水可以带它来这么来这里 你看你旁边的东大西 你们旁边的那个女生宿舍后面那个东大西 那其实水如果很大量 假设我在想如果是像以前早年的时候 大甲西哗啦啦从雪山山脉出来 然后呢它让法子溪很充满了水 那法子溪呢也泛滥的时候呢 他们带来的石头是很多的 很多量的 那这个石头因为这里是小范围 你看不出来 其实如果它很大量的时候 它很大量的石头 然后你从那个角度你可不看到 它应该是有一点排列的 有一点排列 那这个排列的是上下怎样 香叠 它叫做副瓦状 好像瓦片 瓦片覆盖在上面 它是副瓦状 那表示怎样 水是由北往南流 水是由北往南流 那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